惊天爆料 美国零号病人终于找到了 竟是这个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女军官 就在刚刚美国人爆出重磅消息 他们追踪到了美国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 那就是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女军官 消息一出 整个世界立马炸开了锅 如果几名美国爆料人爆料属实 那就无疑给整个世界立下大功了 大家可以捋一捋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了 2019年7月份 美国的最大生物基地因安全问题被关闭 造成病毒外泄 美国人在白宫请愿网站发文 让政府公开原因 特朗普却不理会 2019年8月份开始 美国一场神秘的白肺病爆发 造成多人感染死亡 后来直接演变成 2000多万人感染的世纪大流感 多达2万人死亡 而2019年10月份 美国派出了声势浩大的代表团 参加了武汉开幕的世界军人运动会 其中就有这位女军官 这次军运会 美国没有能拿到一块金牌 甚至军人连打靶都为零分 可见参加军运会不是目的 美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 突然组织了一场全球流行病演习 为什么是情报局 这不应该是疾控中心做的事吗 美国中央情报局到底知道了什么 2019年11月 中国发现不明肺炎 2020年2月 世界肺炎疫情爆发 2020年3月 关于美国最大生物基地关闭的英文新闻 全部消失 为什么时间都那么刚好 难道只是巧合 美国需要给中国一个解释 给世界一个解释 连日来 美国不断地甩锅中国 强行把这场病毒称之为 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 从而为自己无能的抗疫决策来甩锅 更要达到激起全世界 对中国的歧视和仇恨的目的 用心可谓是歹毒至极 如今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美国是时候给全世界一个交代了 拜托老铁们 请花一秒钟的时间 把它转发到各大微信群 对于躲在幕后的卑鄙黑手 我们能做的就是曝光他们 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的丑恶嘴脸